今天第十次上課 上個禮拜我們只要針對大樂透的資料下載 再做說明 主要當然就是 如雲端上面看到的 你會發現第一個我們找到這個網頁 網頁如何把網頁裡面的表格 直接把它抓下來 我們主要是透過有一個 就是叫 Query Table 的一個物件 把它爬下來 這邊有一個 Query Table 就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當然如果你假設不會用這個方法 變成你就要塗髮鏈鋼 如果沒有別的方法 那真的很浪費時間 當然 Excel 本身 裡面它其實有很多 有一些功能可以刷網頁資料 比如說在 Excel 裡面的資料 裡面有一個 有沒有 從 Web 這個功能 OK 資料裡面的從 Web 它這個 Web 指的就是網站的意思 那你只要把它貼上那個網址 它一樣會幫你把資料給抓下來 不過我試過新的版本 它用的物件不一樣 反而我覺得好像比以前的版本 就是用那個我這邊錄製 提供給各位的這個範本 稍微複雜很多 所以我建議你乾脆拿這個來改 可能相對會比較快一些 那上個禮拜的話大概做了幾個動作 第一個我們找到 URL 有沒有 URL 就是它的網址 那這個網址的部分有一些訣竅 這個訣竅就是你點第一頁的時候 它這邊會出現參數 這個參數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們將來盡量去觀察一下 很多網站上面一定是哪一支程式 它的程式名稱就這一個 什麼什麼.afp 樂透 後面記得會有一個問號 問號是執行什麼參數 那總共有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的話是 inded page等於1 這邊的話是參數傳送1 後面order by等於0 它傳兩個參數 那這個傳遞方式的話還蠻常見的 因為你們假設以後觀察一下 網頁上面應該都會有這個網址 它基本上你只要執行什麼動作 上面的那個參數會跟著跳動 比如說我今天執行第二頁的話 1 page它會變成2 那依此類推 我們利用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知道說每一頁的資料 到底內容怎麼去呈現 那你想說這個到底它運作的關係怎麼樣 其實到底很簡單 其實它主要是透過這個網址 背後這個參數 去跟我們這個網站的主機 就是server溝通 那溝通的方式就跟它talk 我跟它講說我需要資料 那這個資料裡面有一些參數需要改變 哪個參數 就是inded page 如果我給你1的時候 你幫我把第一頁給抓下來 所以它會秀一個第一頁的表格 那如果你給它2的話 它會給第二頁的表格 一之類推 也是透過這個參數去變動我要的資料 那總共70頁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能夠抓第一頁的話 其他頁應該可以抓得下來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 只要利用那個 我們在雲端上面這個表格 這個範例 把它稍微改一下 改成那個批次 本來是一個有沒有 就是原來的這個範本 這個範本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將來其實你只要 把那個URL後面分號 把它加一個網址 那這個網址呢 將來只要變動的話 比如說indage page等於1 就抓第一頁 indage page等於2 就抓第二頁 那所以我們大概知道 有一個固定的規則 那我只要把那個 indage page等於1 到70的這個部分 把它跑個回圈 所以上個禮拜有提到 其實我們增加一個for回圈 for i 等於1到70 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呢 我只要把這個i呢 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indage page 等於後面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本來是一個e OK 本來是e 那我把它改成i 那你會發現這個i 就是變動的嘛 所以當它等於1的時候呢 它就抓indage page等於1 把資料抓下來 可是抓下來的時候呢 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抓下來之後的distination distination就是它放在哪一個儲存格開始 也就是左上角的那個 就是表格左上角的位置 那預設值這邊等於1 1的話意思說 放在a1的位置 那不對啊 如果每次都放a1 之前我們做過 它會一直擠到右邊去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 讓它一直往下放的時候呢 我可以用什麼 增加一個k的變數 那這個變數呢 後面我只要下載1頁之後 就去追蹤 它最下面1列的位置 並且把它加1 什麼意思呢 就是抓有沒有 比如說抓1頁之後 那我這個地方呢 就讓它往底下放 我先把它執行一下 給各位看 執行P次下載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Indens配等於1 那我抓到第一頁 可是呢 接下來呢 我要抓第二頁的時候呢 理論上應該要怎麼樣 Ctrl向下 那你可以看到 放的話應該是放在92這邊開始 可是如果你假設你的這個 k這個值 還是維持在1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往右邊擠 所以我需要怎麼樣 知道目前最下面一列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們可以透過什麼 Range A1向下追蹤的列 這個把它追蹤到 那你可以發現 追蹤到的結果呢 就是91來嘛 坦白向下追蹤到 那如果我要放的位置 記得後面記得加1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1的話 它會變成放在這個位置 不對吧 應該放這裡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得到一個k 那k的話 現在等於92 那將來就可以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Range A 有沒有 後面加一個k 這個時候 Range A加k 它會顯示出來 就是A92 那意思是說抓第二頁 所以我按F8 抓第二頁 index page等於2 這個2嘛 然後呢 一樣抓這個網頁之後 幫我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它就放在92這個地方 那一直類推啦 所以這邊總共有兩個變數 需要做一個改變 第一個變數就是i 這個i的話呢 是決定哪一頁 第二個變數就是這個k 是決定放在哪一個 儲存格的列的位置 所以我用這個方式來產生 那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70頁 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全部抓下來 那全部抓下來之後的話 當然我們就是 在做後續的處理 有沒有 比如說刪除不要的列 然後增加中獎號碼 再做資料剖析 並且把B欄刪掉 那全部把它 付架在一起 就call 12345 執行 那你會發現 它就可以瞬間 把本來你可能要花很多力氣的事情 一次就全部做完了 這感覺其實還蠻好的 因為如果假如你不會撰寫這樣的一個程式的話 每天都要做一次 每天很浪費時間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事情給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那以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執行這個程式就好了 OK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在你工作裡面 有沒有辦法把它切割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那每一段呢 最後把它接在一起 變成一個主程式就可以 有沒有 用call的方式 那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就是有必要的 OK 其實也沒有花太多力氣 其實應該也說不會花力氣 因為這些所有的動作 就有程式幫我們可以完成的 不用人工的方式來做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算出 到底機率哪一個最高 然後排名各是怎麼樣 那最後當然把前七名 也可以把它列表 這個我想請各位 後續有些前面有講過的 你們再自行練習看看 那只是前七名 當然那個列表可能會有個問題 因為它這個名次好像有一樣的 所以之前好像同學就做那個 把牌序 A到Z 名次 你會發現 我看一下這個資料 第一名到第七名 那總共的話你會發現 好像這個時候抓下來的資料 第七名 會有兩個 所以如果假設 你是用那個之前 比如說按照位置的方式 放它的那個排名的話 那會變成說有兩個第七名 他可能會先放二十一這個號碼 再放三這個號碼 那二十一就被蓋掉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 第七名兩個都要列出來的話 那可能就不能用之前的寫法 可能要做一些判斷 OK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 我們講到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假設剛剛我講的 你至少都蠻清楚的話 那表示說你回去應該有練習 應該最好是回去有動一下手 因為像這個東西一定要自己動手 如果你不動手 真的你要把它學會 還真的有點困難 OK 尤其VPA部分 如果你不動手 應該很多地方都不能理解 OK 所以盡量的話 如果可以 回去試試看 把那個大樂透的資料 把它下載試試看 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試試看 比如像威力財 換個好了 比如換一下 威力財 威力財好像規則都一樣 有沒有 一樣是六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那號碼的數量 號碼規則 我不知道是不是到49 看起來好像 好像沒有到44開頭 我不知道 規則你們自己再看一下 然後一樣呢 可以把威力財的號碼 如果全部要抓下來的話 其實道理一樣 我看一下 它這個後面 給的好像 它的業數裡面 給的資料比較多 它一種業數的話 總共有1到17頁 所以回去的話 我是建議 你如果想要更精進 你確定說你學會的話 請務必練習看看 把大樂透改成威力財 或者是其他的沒關係 那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你說 老師我這個很熟啊 沒問題 那你可以換成別的資料看看 但是前提喔 記得喔 因為 query table 有個限制喔 就是你要抓的資料呢 要特別注意喔 要確定說 你這個是一個表格資料 就是table標籤 那怎麼知道是table標籤喔 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在表格的左上角喔 你選一個出生格 按右鍵 找到檢查就可以 檢查 裡面的話呢 它會跳出右邊這邊 有一個開發模式喔 那如果你看到這個 這個 如果往上找它是叫table的話 那表示喔 它可以用我們這個範本來做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不是table怎麼辦 我們抱歉 你就要用別的方法 所以其實爬蟲喔 真的還蠻複雜的啦 沒那麼簡單啦 OK 水蠻深的 我們基本上只能做 我們目前啦 當然就是先講簡單的 不可能一下講太難 那目前最簡單 就是類似像抓項 像這樣的一個網頁喔 那前提一定要是表格喔 OK 所以以後啊 你們自己再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抓的資料 你每天可能一定會抓網頁上面的東西對不對 那你看一下 那個資料 是不是一個表格 如果不是表格 那很抱歉 你是抓不下來的 OK 那你說 跟等一下 不是說抓不下來 是說不能用query table抓 那如果不用query table那樣貶 其實當然有很多其他方法 因為VPA裡面呢 其實能做的事情還蠻多的 那當然你可以找別的物件 這個我想可能要比較進階的課程 才會提到 好 那今天的話 我們繼續再來看另外一道題 那請各位找一下那個 我們範例檔案裡面的黑名單篩選 OK 你們打開一樣第四個單元 這個我想這一題就先到這邊 那請各位呢 在開啟那個範例檔案裡面 範例檔裡面 找到一樣第四個單元 有一個叫黑名單篩選的範例 你們看一下 應該有一個 數學函數裡面的黑名單篩選 那這個範例的話呢 基本上的需求是這樣 先啟用編輯 OK 然後呢 你會發現下方有三個工作表 第一個工作表就是 就是我想要知道說 這個清單 它裡面有多少個是黑名單的資料 那怎麼 黑名單在哪裡呢 就在第二工作表 OK 第二工作表就是黑名單 就這些啦 所以你黑名單 Ctrl向下 那你會發現這黑名單 在這個範例裡面呢 總共有兩萬多個 兩萬兩千兩百二百三個 那第三個工作表就查詢結果 我希望把黑名單 這些裡面是黑名單的 幫我把結果呢 直接就放在這個A 這個最後一個工作表裡面 當然如果今天要查 兩個範圍之內 有沒有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當然不是這樣 你用 想要什麼方法 Ctrl F C 之前的同學 其實這個是 某一位上課的學員問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 因為他說每天都要查一堆黑名單 有沒有 然後老闆會給他一些 然後請他比對一下 他每天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比 結果他最後用什麼 我說你怎麼比 他說他用那個Ctrl F Ctrl F 就是尋找 Ctrl F 就是先把查詢名單 Ctrl C 然後再到黑名單裡面 Ctrl F Ctrl F 就是尋找 然後再把它Ctrl V 然後再按全部尋找 他翻譯有 有表示是黑名單 然後再把它Key上去 我說那你這樣做到下半 我就不完 因為他Ctrl向下 其實裡面有1000筆 那跟各位講 其實中間並不只1000筆 其實他給我的資料 總共有多少 Ctrl向下 5000多筆 哇 5000多筆 兩邊要比對 所以其實這一題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將來會有那個需求 就是有兩個資料要比較 比如說可能有新的資料 舊的資料 或者是說像這個 要找出黑名單的 那其實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什麼方法 第一個 其實我是推薦 你可以用一個函數 之前用過 叫什麼呢 叫做Count if 其實Count if非常好用 康義福的話 就是幫你找 找什麼呢 找某個範圍 有沒有哪一個資料 有哪個範圍呢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今天我想要找黑名單 是不是在這裡面的話 第一個 你先簽到查詢名單的地方 然後把優標先放在B2好了 B2裡面 然後你就插入函數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你想想看 當然如果你要尋找 你說老師我用Fy函數嗎 Fy函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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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y函數怎麼可以 Fy函數其實 Fy函數其實 Fy函數其實也應該是可以 可是Fy函數的話呢 它需要給四個參數 有沒有 第一個參數要找什麼 Fy函數 Fy函數 對第二個參數是你的在哪裡 然後 Fy函數 它要把哪一個資料抓回來 可是問題我們沒有要抓資料回來 所以其實用Fy函數 即便可以但是不適合 因為它是要抓什麼資料回來 我又沒有要叫你查有沒有要抓 所以你用Fy函數有點是什麼 根本 抓一回來 抓到自己回來 抓到自己回來 可是這樣有點怪怪的 所以這裡的話 我是比較建議 你用Conve比較簡單 所以Conve 那Conve怎麼做呢 有沒有Range 很簡單 Range就是那個黑名單 然後條件的話就是他自己 那不就OK 如果有那就一 沒有就零 就這樣很快查完了 有沒有Range 那我是建議Range部分 因為Range 會跨到黑名單這個工作表 的A2到最下面 有沒有A2 然後最下面 我建議你用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記得待會要向下填滿 所以建議你把那個A2的2 前面加錢的符號 然後 後面那個什麼 22223這個要加錢的符號 如果你沒加的話呢 那他向下填滿 當然一定會跑掉 然後查什麼條件 這有錯誤訊寫 Value錯誤 再一次好了 切到黑名單有沒有 然後範圍的話 記得就是A2 Ctrl Shift向下 OK 然後把那個A2 前面加錢的符號 2跟22000 放錯位置了 應該是這邊才對 OK 然後條件的話就它 按確定 這邊怎麼沒有錯 但是結果是對的 先不管好了 這應該沒錯 按確定 好 那很簡單嘛 全部查完了 點兩下不就全部查完了 那你會發現我只要向下填滿 只要是1的話 就是黑名單裡面有的 0的話就是沒有的 那最後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能要留下 我要的部分 有沒有 我要的部分應該是1 0不要 所以呢 你說老師那我可以怎麼排序 好不好 資料裡面排序 資料排序 應該是Z到A 有沒有 有沒有 那也可以把1 留下來 0的 但是如果你排序有個缺點 就是你會亂掉啦 所以我不建議用Ctrl Z一下 所以如果你假設會顧慮到 因為像這個查詢名單 它前面沒有編號 如果你重新排序之後 它是不是會按照 它好像也不是按照字母排序 所以它順序會亂掉 你可能排完序之後 你會排不回去 所以如果沒辦法排回去的時候 那我不建議你用排序 不用排序的話 那我建議你用篩選 那篩選的話很簡單 你把優標放在B1 記得放在B1上 按下篩選 然後呢 它會出現箭頭 你就點選之後 留下E的部分就可以了 按確定 那這個就是呢 我們找到的黑名單 就這些啦 OK 底下因為有一些資料 我剛剛這邊 這邊是把它 用那個空白列分開來 那因為它不在同一個範圍之內 所以它不會查下面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跟著一些查的話 比如你要查全部 你乾脆把這一列刪掉了 全部一起查 好像感覺會更加的那個 所以你底下呢 就讓它向下填滿 OK 那我們順便把底下全部 全部查完之後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地方 OK 這邊的話 向下填滿 它一次性的 就不看一樣 感受向下 底下好像還有一些資料 把它向下填滿 即便多了4000多筆資料 不過你會發現 現在因為 電腦的速度應該都不快 所以瞬間就把 全部的黑名單查完了 那查完之後 我是建議你乾脆用什麼 用那個 這個什麼 篩選 有沒有 然後呢 把1的部分留下來 不要領喔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它比排序來得好的地方 是說 它不會影響原來的順序 最後的話 你可以把這些結果 A1 選取之後 Ctrl-C 把底下的這些資料 選起來 Ctrl-C 那Ctrl-C 你說老師 那裡面 資料其他的0怎麼不見了 它是隱藏住了 那隱藏的時候 如果我這樣子選的話 會不會選到隱藏的資料 不會 所以呢 也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選了 Ctrl-C 你可以切到查詢結果裡面 把它貼上的話 那就是把你查到的資料呢 就通通貼到查詢結果 所以看到呢 它是黑名單裡面的資料 大概就是有幾個 69個 如果你假設是全部查的話 它只有69個是在黑名單裡面 是看到的 OK 因為這個 我記得好像那個學生 他每天 因為他的網站上 每天都很多註冊的人 所以他確認說 註冊的人的這個資料 是不是在黑名單裡面 有的 有的話他一定要把它剔除 不能讓他註冊 現在各行各業都有黑名單 有沒有 就是比如說像飯店啊 餐廳啊 有沒有 各行各業都一定要有黑名單 來的話 盡量就不要讓他進來 不然的話到時候會產生很多糾紛 有沒有 很多那種各式各樣的那個 狀況都會發生 那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黑名單篩選部分 先試著做做看 然後試著 利用什麼 利用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 我是利用那個 conif 我先把篩選取消 取消的話就是再按它一下 它就取消掉 第一個的話 請你把游標先放在b2 記得放b2裡面 然後利用conif的函數 然後去找那個黑名單的那個範圍 條件就是這個 有沒有 它就可以幫你比對出來 其實滿多地方 新舊資料一樣可以這樣比對 比如說有 老師那如果我直接選整籃A呢 其實整籃A其實也可以 不用算那個數字 但是就是怕擔心說 你如果選整籃的話 它會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跑的效率可能會比較慢一些些 像這樣A冒號A對不對 那裡面不是很多空白的 對 那它 我不知道以色列有沒有很聰明 它會就是空白的 它一直去找 OK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選整籃 意思是說 叫它從頭幫你找到尾 所以它等於是從第一個 找到1048576 那你可能想說 老師那還好耶 它好像也快點兩下 其實好像有慢一點點 但是不會慢太多 主要原因是因為CPU的速度還過快 OK 但是如果你今天 假如說你處理的資料量 是比較更大的話 那當然就會差比較多 可是這樣看起來好像差一點點 就是差不到一秒鐘 所以如果你覺得OK 也是可行的 但是理論上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盡量還是精確一點比較好 對啊 不然的話 雖然可以 但是有的時候 這個有點浪費一點點時間 那如果你假設處理程序 不只一個欄嘛 可能你要查很多資料的時候 那機起來時間就會反應變慢了 那就變成你那個處理的程序 就沒有辦法達到那個最佳化了 OK 所以你這個問題很好 其實也是可以 但是前提是你要考慮到它 會不會有一點delay OK 目前好像看起來 向下填滿 有慢一點點的感覺 但是也沒有慢到不能接受 因為都在一秒之內 所以我說差一點 OK 好啦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試試看 不過我建議 像我比較推薦 如果你假設選的時候 還是用定義名稱 比較OK 因為像這個跨工作表 然後另外一個範圍的話 其實我建議 還是先定義一個名稱給它 然後按那個F3 我記得我之前有講過 這個方法其實還蠻重要的 定義名稱 也就是說 把那個ECL有點當成資料庫來運用 對 比較像真的把ECL拿來 操作的方式 就關聯資資料庫這樣的概念 OK 好 試試看好了 那當然呢 最終我們會希望說 如果你每天都要查一樣的東西 那最好是可以按個按鈕 自動查完 有沒有 所以剛剛我們做不是很多步驟 你說老師 那我每天都要做這麼多步驟嗎 當然你如果不會VBA就是啦 就是這樣嘛 所以每天你會發現 有的每天一直在 一直處理很多我們的動作 那今天做完明天再來一次 明天做完後天再來一次 然後每天按鈕CTICKSCT 按鈕V 按鈕CTICKSCT 所以你會發現 他的鍵盤的CTCT一定磨光光了 有沒有 OK 所以你會發現 你看那個鍵盤最準的 有的人每天突然練好 他的鍵盤就會磨光了 OK 那所以當然如果你要避免這件 就是重複動作啦 就是想點辦法 就是把它變成自動化 那自動化你說 老師那程式我不太會寫啊 怎麼辦 沒關係你會錄次吧 錄次聚集總是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你也不能隨便亂錄一個程式 總為一個步驟 如果你會錄次之後呢 那是不是還可以再把聚集最佳化 所以前面我們有講過 有些東西我把它最佳化之後 那這程式跑得又更順暢 那程式也就變得更精簡 那會更好嗎 所以階段性的 如果假設你可以慢慢的把簡單程式 越寫越複雜的話 那當然你的工作也就越加流暢 試試看好了